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裤子加口罩没什么稀奇之处 他们的儿子布布则是穿着红白条来上衣和运动裤 看起来相当活泼 吴启龙基本是娃不离手 一直把布布抱在怀里父爱十足 刘诗诗则跟在吴启龙身边对孩子嘘含问暖 虽然媒体给小孩的正脸都打了马 但还是可以看出布布的面部线条流畅 脸颊肉也十分可爱 颜值必然不低 或许是因为吴启龙包孩子不方便 刘诗诗一人在超市采购还拿出手机 一路发语音热聊 之后呢夫妻俩顺利会合 刘诗诗蹲在地上给孩子擦脸 举指尖充满着对孩子的关系和爱意 画面十分美好 之后俩人乘车返回 谁知刘诗诗上车之后呢将车门锁了 此时吴启龙还在车外 待他反应过来之后呢便狂敲车窗玻璃 还企图从后门上车 都以失败告终 之后吴启龙从后备箱拿到了钥匙顺利上车 一家人开车回家 吴启龙比刘诗诗大16岁 俩人因为电视剧步步惊心结缘 就连孩子的小名也是取自这部定情剧 不过因为年龄差太大 不少网友对这段感情呢是持质疑态度了 认为刘诗诗眼光不行 十年后要面临赛养五位老人的尴尬局面 回顾1988年初下的台北 天气已经有些燥热 18岁的吴启龙正在街头摆地摊 卖一些女孩的衣服饰品 因为长相俊美帅气 身材修长 阳光青春 她的生意总是格外好 彼时家中营生艰难 只能半工半读 当时的吴启龙连续三年 获得台湾跆拳道比赛的冠军 是校园里的偶像级别人物 理想是成为奥运会选手 正当他为理想默默地努力时 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星探盯上很久了 星探强烈地推荐他去参加一个节目的海选 吴启龙本来不想去 但架不住软磨硬泡 最终从三千选手中脱颖而出 与苏友鹏 陈志鹏 三个原本核无交集的小孩 组成一个叫小虎队的组合 一开始 他们只是被安排在节目里跑个腿 发发 道具 偶尔录个脸 但这三个青春无敌的大男孩 太受欢迎了 他们每周录的歌曲都很快酒红 青春大对抗 也因他们越居为收拾冠军 秀到了商机的公司 立即转变策略 全力包装打造小虎队 第二年 单曲青苹果乐园 已经推出 就火爆亚洲 小虎队的人气一度超过了迈克尔杰克逊 三个青春帅气的男孩 一夜之间的风靡万千少女 1990年 吴启龙的父亲因为生意失败 欠下了巨额债务 家里三个孩子 只有身处娱乐圈的吴启龙 有可能挣到还债的钱 他二话不说 扛了债务 开始十年的还债之旅 这十年中呢 每个月要还20万人民币的债 他拼命的工作 最疯狂的时候 手上同时三部戏在拍 三张唱片在录 每天呢 只有三四个小时睡觉 另外 一个少女组合中的 有少男杀手之称的徐若轩 正款款的向他总来 16岁的徐若轩 青春中透着性感 性感中又透着小家碧玉的清理 多少男人为他着迷 吴启龙也没有逃出 他浑身的魅力 拜倒在他的石榴旋下 多年后呢 徐若轩在日本出了一本书 书里有一段描绘了 他与吴启龙的恋爱细节 字里行间都是甜蜜描写 后来分开了 但这段经历呢 给徐若轩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 离别徐若轩后 吴启龙又因为电影梁柱 认识了青春玉女杨采妮 他们虽然没有公开过恋情 但是多年后 徐克导演 证实了他们曾经在一起过 由于处于事业上升期 两个的恋情只能偷偷地进行 当年的杨采妮美得不可放物 一颦一笑都让人心动 金城武也被他迷倒 有传闻为为了夺得他的芳心 金城武和吴启龙明正暗斗很久 正当他们两人闹得不可开交时 杨采妮却公布恋情 男友是圈外人 并宣布退出娱乐圈 杨采妮宣布退出娱乐圈之后 吴启龙正好接到了入伍通知 他应征入伍 这一段在剧中饰演政治无私的附加少爷 叶荣亨 再次受到观众的追捧 这也是TVB第一次有台湾艺人主演现代剧 在香港影视圈 他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还到创世纪后呢 吴启龙与同剧组的蔡绍芬相恋了 他俩当年的爱情真的是一个破碎的我 如何拯救一个破碎的你 两个被人生家庭拖累的年轻人信心相惜 向全世界宣布了他们的爱情 吴启龙是蔡绍芬多年来唯一公布的男友 可见当时他们多珍惜彼此感情 可惜这段恋情呢也没有维持多久 分手收场 他们的分开成为多少影迷心中的一男评 2001年吴启龙在拍电视剧《小十一郎》时 认识了这剧中扮演冯四娘的玛雅书 在剧中 冯四娘聪明直帅 风景万种 对吴启龙扮演的《小十一郎》情有独钟 虽然只是单相思 却爱得死心塌地让人动容 在剧中爱而不得的风四娘在剧外 却偷偷地与吴启龙谈起了恋爱 吴启龙与玛雅书恋爱谈了五年 2006年12月在昆明登记结婚 当年的吴启龙对玛雅书爱是那么的特别 2007年吴启龙上戴军的超级访问 谈到他与玛雅书的相处细节 嘴角情不自禁地上扬 说不出的溺爱和甜蜜 可惜这份幸福没有维持不到两年 就爆出他们离婚的消息 让人唏嘘不已 他们离婚时并没有和平分开 有传闻是玛雅书出轨 但是不管如何 两人的感情只有两人最清楚 外人不适合评论 吴启龙与玛雅书分手后 沉寂一段很长的时间 一直专注在事业上 直到2011年 他主演的穿越剧《步步惊心》 再次出现在观众的面前 他扮演的那脸睿智深情隐忍的四爷 再次迷倒万千少女 人到周年 吴启龙再次凭着这部剧大红大紫 各种广告和剧本随之而来 成为了当年最受欢迎的男演员之一 事业不要于当年霹雳虎的风采 也因为步步惊心 俘获了比他小17岁的刘诗诗的心 彼时的吴启龙有一种咸鱼翻身的感觉 事业如日中天 爱情之花又节节升高 2013年11月 吴启龙在社交平台公布与刘诗诗的恋情 三年后 在巴黎岛举办盛大婚礼 吴启龙经历了多段动荡慌乱的爱情后 在快到50岁时 终于找到真爱 走进婚姻生儿育女 展开下半生的生活 那些曾经在她生命中出现的女人 都有各自的归宿 那些轰轰烈烈 香烟鲜辣的过往 都随着旧时光逝去 直到消失不见 女人址